若是想休息的人就繼續休息沒關係 我繼續講 我想如果你長了睡不了 沒關係你要睡得不得 找到可能又疼得那麼少 這樣子這個豆腐蠻好笑的 你在對這個恐龍媒體 拜託他怎麼樣 有什麼用 就像一個虎神 他在那個 那個背裡面去弄來弄去 你鑽不出來啊 你就是在這個框框裡面啊 你怎樣都鑽不出來嘛 你唯有 從這個框框裡面 就是這個虎神在 這個無雷管裡面 你跳出來 很可能對不對 我們再來說這個 那個三遙遙 就是海嘯嘛 導致輔導一些什麼 他們的核能什麼都倒去嘛 這個孫子 很多國家 來他們日本去救完嘛 大家先看這個框嘛 再來看這個 先來看那個美國 他們的日本和美國 有美日安保條約嘛 所以美國一定有那些人 來幫忙這個日本嘛 因為拜差不多144的人 很多人喔 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個 這個 Lossa 應該是那個 155人 就是那個俄羅斯 蒙古12的人 他們這是片假名 騙假名 不好意思 騙假名 來看一下台灣跟韓國 有什麼不一樣 欸 韓國大家知道 韓國旗對不對 但是他們旁邊怎麼 沒辦法的人來救了 我跟大家說 那當中 那當中 那當中的統計是還沒來 但是他們有準備來啦 我怎麼樣也不可能說 生仇大恨嘛 那一個國家有國格嘛 你跟他什麼私下什麼 但是人民的災難歸人民嘛 你看台灣 那台灣28的人 但是怎麼沒有 旗子 那大家有想到這個 有沒有想過 想過這個問題 台灣不是個國啊 中華民國也不是個國啊 不知道要創作什麼國旗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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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再說 我等一下再說 那個媒體的人是 教師部 當時 你來多少救援的人 當時你國家是什麼 位置的人 你就是什麼資料嘛 在上面嘛 他就給你老老實實的報啊 下面是什麼你知道嗎 下面是我們自己網友貼上去的 你知道嗎 他說台灣怎麼可以沒有國旗 啊 台灣又不是國 要怎麼有國旗 啊 這個中華民國也不是國 他在流亡啊 啊 他說啊不然我們就帶一個這個 啊 他說 這帶這個是什麼 他們叫我腕良啦 啊 他們的意思是說 腕良的意思是說 新薄啦 就是 反應他們國家齁 就這個地方 不是國家啦 這個地方人民的 這個風土民情啦 啊 那以後我們網友啊自己認為台灣 就像是新薄外面的 腕良嘛 我跟大家說台灣不是個國啦 中華民國也不是個國啦 台灣現在齁應該是日俗美戰跟 我們日本嘛 我們台灣是 是日本天皇主權所擁有的 那日本天皇 授權給日本政府齁去管他們日本本土嘛 那授權給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來管我們台灣嘛 那我們跟台灣政府跟日本 台灣民政府跟日本政府 就變成是一個聯邦 變成一個 就大日本聯邦這樣 我們未來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是要朝這方向 我個人認為啦 我個人認為啦 我希望能夠跟 琉球一樣 返還日本 琉球 以前那時候是日本 沒辦法打輸了嘛 那時候為什麼 這個 美國這麼重視琉球跟台灣 因為大家知道有高砂英勇軍 對不對 那時候 麥克阿瑟 是不是在菲律賓第一次戰役 你喔 用打到當都塞歪的落跑 這麼不一樣 我說我們這麼厲害啊 好 你這個日本跟這個 琉球 這個第十方面軍 把我揭穿 那真的他們打贏之後 就這兩塊他們很重視喔 這國際 這個變成太平洋的戰略嘛 這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怎麼說 非常重要的 一個關卡 關口嘛 那琉球當然 他要自己來接嘛 台灣的 我本來美軍也要自己來接 但是就看這個 中華民國早逃無路 他在宋美林 還在跟他們 說六個疏口 還有可能也會這樣啦 這樣台灣就批評了 變成 載那個大準 把他們的中國人帶來台灣 就有一個二二八 他進行跟我們台灣 當時他們中國人 也不改這種手段 就跟你說嘛 他們以前怎麼對待他們中國人的方法 就對待他們台灣人嘛 他在 我感覺到他的道路 大家知道嗎 你說人怎麼 其實在說你自己 他說什麼 日本 竊距台灣 日本 殖民台灣 其實他在說他自己知道嗎 上竊距台灣 現在目前誰竊距台灣 中華民國 對就是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是兄弟嘛 現在到底誰在殖民我們 因為是中國啊 就是這個中華民國嘛 竊距都說日本壞耶 竊距都說日本 怎麼樣 日本喔 沒有那個根基喔 你國民黨怎麼去接啊 日本 在留在他們 很多日本的日禪喔 都被他們中國人搜刮了 所以為什麼國民黨有錢 那個日禪 人家日本人的財產耶 還有裡面也有我們 我們台灣人辛苦的錢耶 就變一變 就變他們口袋的東西 所以歷史摊開來講 我說潘朵拉嘛 裡面的又臭又爛又暖 你把他承起來喔 他剛開始就這樣去掉了 但是後來去也不好 去死也沒人插你 我們就要用法理 給台灣人的尊嚴拿回來 你去不好啦 我現在說我也要去的啦 但是我去要做什麼 就說台灣人就給我去嘛 是讓祕書長去教 用法理去自己去照 不然台灣人又去到要害的 去到你死去也沒有結果嘛 所以齁大家明瞭歷史的真相在哪邊 你就知道真理在哪裡啦 再來思考自己 我現在要講一些生物學的方面的東西齁 意思是說我們要有idea 一個導入到我們腦筋裡面 你這個計畫你怎麼做嘛 新制圖齁 來我現在開始講 讓生物論齁現在有四大理論 大家都知道這個理論嘛 誰不知道這個達爾文 物資天地對不對 就是這個都很多基因在競爭嘛 那最後留下了一個好的基因出來嘛 好的基因出來就一直在繁殖嘛 你像這個吉林龍嘛 藏頸鹿嘛 他們都是要吃在冠冠的上頭的效果 那吃不到的人就死去嘛 死去之後這個不好的基因就從此沒了嘛 就變成好的基因一直拖下去嘛 為什麼吉林路因為人群很長嘛 他們就是因為他們的生存下來嘛 這個物競天者的意思嘛 這就是我們的內在的基因 我們現在你在你身上留著血液的基因 我根本就是這樣的人 再來第二個 這個生存下來 他的意思是說 欸 我剛才在遇到一個困難 不然很盲目的 他在想要洗來洗去 欸我到底要用什麼辦法 卡住我的問題 怎麼看這個分教 他看這個食物這麼好吃呢 但是他就餓餓了 要怎麼樣 我是不是跟那個基因龍一樣 我五十 人家沒辦法說呢 他吃過看這個有這個 是說那些保麗龍爭角的 他想起來 他要洗來洗去 他腦筋在轉喔 這是一個硬片啦 我是把那個 給大家去想像一下 他在想來想去 這樣看一看 要洗來洗去 欸他這聰明的喔 還有知道說 只要有一個 這個可以幫他 電膏的 這是保麗龍做的 要用手機 刺激到他 距離快接近喔 他就站起來 怎麼吃到了 這是什麼 如果他 沒有這個智慧 沒有這個動腦筋的話 他是不是在那邊等死 這表示什麼 表示他有 頭腦有在動喔 我要用什麼方法 克服我的問題 我要用什麼方法 得到這個我想要的東西 包括你的欲求也好 吃東西也好 食物什麼也好 剛開始都會盲目啦 欸 可是他透過他腦筋裡面 有在練動嘛 有在想嘛 欸他解決問題了 啊我們是不是需要 有這種解決能力 不斷的來訓練我們自己 剛開始會很盲目嘛 他這個就說喔 要透過學習嘛 改造我們的基因 我們基因雖然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們透過學習 他學信嘛 他會想嘛 距離怎麼掌控嘛 不再是基因操作這個婚教嘛 再來我們再來說 這個 他現在要說什麼 就是說 我現在 一樣 我再重新一些事件 我第一次反應是什麼 譬如說你走 馬路上有沒有 剛才一個車 從你頭前衝過來 你的本能反應會不會快撞到 還是叫它撞 對不對 怎麼會撞 不是喔 怎麼會撞 停起來對不對 我今天叫它撞啊 這個是你本能的反應嘛 這個巴布羅的意思是說喔 我們要訓練我們自己更多本能的反應 我們看熱的東西 會丟臉 太冷的 我們會說我們要穿衣 這個 我們 不是只說生物性的本能而已 那普通也是趕快透過學習 學習更多的東西嘛 神經往路一直在串流 為什麼 因為你不斷學習 你有本能 變得育硬是 你知道怎麼解決問題了嗎 譬如說 你兒子在外面可能 闖了什麼貨啊 你 我們不要說這個例子好了 我們說好的例子 如果你要解決一個問題 我欠人錢 我要來害這個錢 我什麼 想辦法去賺錢 有些人會想說 有些人會想說 我去打工 我去發明什麼東西 那就是你開始在想說 你有什麼辦法 他在解決問題 你不斷去學習 你就有這個本能嘛 所以我們要善用 我們大腦的智慧 就 這個 格雷高麗 他 他要說的是什麼 一樣 我用語言文字 我現在講語言嘛 台灣話跟北京話 那我先 我有我的powerpoint 我講給大家聽嘛 我用我的語言跟文字 我透過我自己有學習啊 我現在講給大家聽 我也會練習過了 我學習 我就 我有這個能力了對不對 學習 那我還要去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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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累積 因為我語言跟文字 我不斷的學習之後 我又累積我的知識 跟我的經驗 我有經驗嗎 對不對 我現在就大家來講話 我跳跳的可以講 那就是我 不斷學習嘛 還累積我的經驗 我說給大家聽 我要講什麼 自然說給大家聽 再來 你講出來之後 你就變成說 我會學了 我就適應了這個演講 這個場合 我說重點要講什麼 我變成我適應了 適應了之後呢 我還可以去創造改變 我能夠使我的演講的內容更豐富 我可以讓在座的學員 能夠知道更多 你們想要知道的東西 然後 你們問問題 我可以回答得出來 變成說我去創造 我又去改變 我又去把它弄得更好 你知道這個層次嗎 剛開始的時候 什麼都合適 合適之後變成有經驗 有適應 有適應之後 讓適應環境了 我有這個能力來適應環境了 適應完了呢 我能改變這個環境 我能讓我自己生存得更好 我做事情 越順口 越漂亮 對 對 他這句很道地的台灣話 我就跟你說 意思是什麼呢 他的意思是說 要學習 你不學習 你就想想 過日子而已 對不對 你來這裡也是學習呢 來 我們繼續說 你知道大腦嘛 就是接收 儲存分析跟控制 輸出一樣 我現在在接收 我現在傳達的訊息嘛 你每次傳達你的腦筋 我現在在說什麼 他就分析說 我這個工師在說什麼 來用 重點是什麼 重點 你要接收嗎 你要接收之後 或是說你要把它 他有些要刪除嘛 你控制 我怎麼說 再來 我說的方法是什麼 我用什麼話 台灣話跟北京話 我用圖片 說給大家聽 這就是大腦有部曲嘛 大家也知道 左腦右腦嘛 基本上左腦右腦齁 這個左腦比較樹理方面的 左腦就控制右手 那左手就 右腦就控制左手嘛 那這個右腦比較會 就會比較行空萬里 比較會有一些幻想 一些創造的東西出來 那左腦就是比較有邏輯的東西 所以兩個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時間真的滿有限 我等一下能夠再耽誤大家一點時間 有一個影片 然後我們再把影片跳過去 你可以在網路上一期的看到我 講的內容是什麼 我現在要講這個圖的意思 現在我們大部分 沒有人來台灣民政府 那一群人就是 變成就 這個 no response的意思就是 他沒有反應 他沒感覺 他就是 庸庸碌碌 每天就這樣朝九晚無 看心無 這樣過日子 苗苗然然 就沒有 response 他這個神經 沒辦法 push 到西這個神經 他就沒有反應了 這群人就是 有 action 那個 potential 就是說 我來台灣民進 我有這個 push 的神經 讓我了解這麼多東西 我突然覺得 我整個神經大腦都活化了 我跑到西的店位去了 我擁有了 一些我知道的東西 活化了我整個我的視野 我的大腦 你的任何一區 那你能夠很清楚的 去了解法理是什麼 真相是什麼 你未來的方向是什麼 以後你都不需要 人家 push 你就擁有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的外來的刺激 導致了你的西店會 活化了 那因為你已經保有了 你的活化到另外一個店位裡面了 你就不需要其他刺激來 影響你了 對不對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大家來台灣民進 也是這個意思嘛 我不想再過那種 謊言的世界裡面 被洗腦的世界裡 或是黑金的世界裡 財團 華為順說 讓人覺得說 台灣人現在 還要收貴基 已經沒想到那時候 日本帝國那時候 讓台灣人這麼樸素 然後這麼的純 就是什麼單純 現在變成說 有什麼達人 要跟人騙 那都是中國無法理解 過來了 所以 我們有新的東西 創建來刺激我們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你有想過嗎 在台灣民政府 這個刺激你去 活化另外這個 這個店位 當中你自己怎麼去 看待這個法理 這個真理呢 我跟大家說 我為這個圖來講嘛 每個人都有他的背景知識 跟環境嘛 比如說 背景大家都知道 是說 我爸爸是什麼 應該說 你的背景知識 我爸爸他做什麼 討論 他說他在地上 可能我就知道 那個地上而已 我環境 是不是在那個什麼 學校邊 我受影響是什麼 促成你什麼樣的能力 你的潛能在哪裡 那 你有沒有這個假設的能力 再來 你的觀察能力如何 你知道最近喔 就是柯南斑案嘛 他就從那個 細小的這個 變化當中 然後在觀察 在做那個人的表情 或是他的作為 他就蛛絲馬跡 可以旁敲側擊 去找到兇手 人家有觀察力 然後你這 擁有這樣的能力 你要繼續堅持下去 一樣啊 我們擁有 在台灣民政府 這樣的法理知識 你還要堅持下去嗎 把我們原來的潛能 發揮出來嗎 那我們來看一段 一個比較有趣的影片好了 來講述一下 你有沒有那個判斷的能力 在哪裡 我們先點這個好了 先點這個 有兩段影片 其實時間假如不夠 我會跳過去 你看這個六個人的臉喔 大家看到怎麼 破綻在哪邊 他會變成五個人的臉 你觀察 我這樣讓你看觀察的能力 好 評格 好 有沒有人告訴我答案 他剛才不是六張臉嗎 而且為什麼變成五張臉 你第一個什麼 然後呢 你現在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現在講到身體 講到部位對不對 快要接近了 還有沒有答案 你要判斷 有判斷的能力啦 其實我也有想一陣子 後來 我也很快把它解答 其實我告訴你啦 其實他明明就是只有五個人的 五個人的臉啊 明明就是五個人啊 那倒回去看好了 那個六張圖 好 你看他只是把他的帽子啊 有沒有 帽子啊 然後他的裝飾品有沒有 做一個改變而已啊 其實他只是五個人的臉 他是讓你製造假象 一樣嘛 不要媒體也是給你製造假象啊 以為 就只有六個人啊 其實他只有五個人 大家去想這個問題 那我們再下一張好了 那下一個影片 我們在網路再看齁 因為時間有限 我這個意思是說 阿姨先生說 你什麼都沒做 就說要天上掉下來什麼東西 對不對 一樣啊 神經病就是 期待不一樣的東西 你都沒做什麼啊 我每天就說 我天上能夠 我種什麼 大樂透啊 可是你什麼都沒做啊 你也沒有 你甚至想出去 花兩百塊買那個 你也不行 所以你不能說 你都想說你不去打拼 你就是說 你要愛什麼不同的期待 你沒有公民運動 你怎麼說去 有台灣現在的 想要的什麼制度來 我都白人 我死白人自己都不要死藝術 你什麼 等你要死的時候 人家也幫你救 你的感受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有勇氣面對 現在要改變的這些東西 你來台灣民政府也是有勇氣 對 對不對 人家都說 台灣民政府是不是 詐騙集團 或是說 神秘說會逛台 那些都這樣 要有勇敢的 你知道嗎 你要面對外面的輿論 所以你們很有勇氣 對嗎 對 我就跟你說 工人就是不想突破障礙 他就 老闆嗆說 你為什麼 我做到要死 要換 你等一下騎腳練水手 我要講一個故事 我也常常講 他說 你起來 你要挑戰我 然後你起來來打 來打我 來啊 我怎麼跟你打 我打你啊 我打你 你就把我死頭了 要怎麼樣 沒關係你就起來了 我給你打 沒關係 來我唱一下你就來打 我說這樣沒問題喔 沒問題 來我把他錄影錄起來 好來打 他真正要把他推下去喔 推下去 那當時 他推啊 人家的老闆要把他 手 叫你來 人家 腳要手 你打到這個壁 你覺得那個工人有騙嗎 那他騙他就不會中價了 那為什麼老闆的頭腦是怎樣 你的頭腦是怎樣 我要講的重點 就是說 你都不要改變了 你跟他搶說 人家是做老闆 你做到要死 你有材料 你就做老闆 沒有材料 你就乖乖去做你的信號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安靡現狀 有安靡現狀 你就不要來嗆聲了 你如果想嗆聲的人 你就要打死 有打死 你就要堅持你的打死 不能再丟進去 你知道嗎 你來臺灣民政府 你就是 要有你的駕死 要有你的堅持 人家外面要把你誘惑什麼 那都是 那都是要跟你騙的 還是要動搖你的信心的 叛徒的 對你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我現在要來講重點 現在還剩半個小時多一點 愛因斯坦 跟艾迪森 我現在說 艾迪森 艾迪森待會兒再講 艾迪森 他在一生當中 他發明了兩三千 的新的專利 他從小時候開始 他就有這個天分 他就是 他不是說 我只是天馬行空 有假設 他有這個潛能 他不能說 因為 就浪費他的潛能 他還不斷的去學習 去做實驗 不是說我宅假設而已 假設就是我放出大海 我沒把他收回來 那我不是一樣空談 創造力是什麼 創造是什麼 就是說突然有量的東西 在你腦筋出來 那在你量的東西當中 你要不能夠吵雜的地方 突然讓你覺得 欸 像小說 要寫小說 突然那個頭亮起來 有領悟力 突然我的想法來了 就趕快寫成他的書 創造力也是 我有那個點 不要忘記那個點 那個初衷 那個根基 你把它寫下來 付諸行事 去做實驗 那個就是 創造的那個點 你不要一天到晚 被你周遭的雜事 阻礙到你有這個能力 每個人都有這個能力 你晃一晃你就會想說 奇怪 我什麼方法 能夠去克服你身上 這個的困擾 比如說你在家裡 為什麼奇怪 我老是沒辦法注意力集中 那怎麼讓你自己注意力集中 有什麼方法 那個點 你就把它找出來了 對不對 這個創造雙數 意思就是說 你有一個思維 一個點 然後再把它建築起來 建築起來把它串連起來 點線面串連起來 你就開始會去做 在提案之前 我再說一次 我會把它再放大一下 它不是說它只是一個思維而已 它還有一個節奏 還有一個方式 還有一個工具 可以繼續 把這個東西 去 教你怎麼去把它做起來 大家一看就說 好有創意喔 怎麼會 會有這種東西 可以這樣的想法 又讓你很新穎 耳目一新的感覺 創意也是充滿樂趣 那我們花兩分鐘來看這個影片 你點這個 大家平常齁 在走樓梯齁 我就這樣啊 就走到要死 我會在坐電梯 還是電伏梯最好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一樣 我也是一樣啊 坐電伏梯啊 要爬樓梯 但是創造 那個思考 那個創造就是齁 改變男人 然後都增加樂趣 樂趣人很有意思 他們挑戰 現代人 他的習慣 然後又讓他覺得 很開心 願意改變這個習慣 你看他怎麼做 他把它做成像鋼琴那個鍵盤 那你走下去 會有什麼呢 我會沉耶 那齁 對不對 你覺得說 欸 奇怪 怎麼大家都在走這個鍵盤 這個樓梯齁 對啊 電伏梯所以沒有人要坐 他就改變人的行為了 我爸問一六十六 用改變 我告訴你 你用創意的思考就是這樣 他讓你覺得很開心 又很新的東西 然後又 又可以 創造一些經濟的價值 除了開發腦 不是不只開發腦力而已 再來打看看齁 觸觸觸 所以我希望齁 大家頭腦齁 來賓齁 那心情把它變出來 把它放大出來 欸 你看 人家這個也沒有做什麼啊 就讓大家開心成這樣子 可是 重點是 人家做出來了 齁 我們又繼續給一個齁 哲啦A夢 大家都知道 他的保百貸嘛 來賓都會拿出這麼多工具 然後創造很多吸引你的東西 大家說 這是卡通啊 這是什麼 我告訴你 這個作者 才厲害咧 這個也是他的一個創意 的傑作 那他創意傑作 不是這麼簡單而已 有人齁 你看 在創意的傑作嘛 你說 我有可能以後會有這個竹蜻蜓 黏在身上 我可以到處跑嗎 到處飛 你不要講死齁 都 東西是很難講的齁 還有這個 時光創業之類 還有這個任意門 還有人說 這個他的空氣槍嘛 飽飽彈拿出來空氣槍 可以做到這種工業用的東西 這個是idea 或許他不能呈現完全一模一樣 可是他是一個點 一個思考的點 創年起來 我可以在哪個領域裡面發揮出來 再來 再來 創意改變生活 我們還是把這個音樂品看一看 這個點一下 都讓我再解釋一下 現在台 就是說全世界最夯的這幾個 我們先把實樣看一下 你看很簡單的東西 居然可以做到這樣 真的不簡單 這是最厲害的 這是最厲害的 就是說 前面的人可以看到公民 現在機器人 原發也這麼行的齁 他如果可以做出來 其實都會有那個 死去 死去那個人的手 或是說 度的器官 會公民的人 也可以做一個假手 假腳 開車助理裝置 只要裝在車上 透過藍牙對應手機APP 就可以按照開車器官 教你如何省油 只要有這個辦法 可以做出來 監控車況 並在事故發生時 通知家人幫忙報警 但目前只在美國銷售 要價約2960元台幣 第四名的影像殘灰探險器 是一顆橡膠球 裡面有六個相機 Wi-Fi 感應器 還有可以傳音的麥克風 丟進戰場或火場 探測狀況 可以回穿影像 降低第一線人員的危險 第五名是配合3D列印 3D列印現在 我這麼空的齁 台灣也是 這方面研究這麼厲害齁 剛剛那個列印我等下再講一下 排名第10的則是用石墨烯材料 附著在髮廊子上的牙齒刺青 可以用在醫療方面 3D列印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就是在牙齒刺青 可以觀察 細困細 細細 要怎麼做根治齁 剛剛剛剛講這個 就是在四網網裡面 蒸一個 這個類似一個影像 那你可以讓這個 市民的人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如果我說這3D列印 現在齁台灣人這麼厲害 一個列印機器 一個人那個樣子齁 把它列印出來 不是列印一個什麼小的動物齁 那是真的 紮紮實實把它列印出來一個東西出來 很特別齁 那用在醫療方面齁 譬如說心臟 我們可以用3D 把心臟列印出來 然後加上很多心臟的功能 就可以移植到人的身上 你看你要什麼就有什麼 那你說無心的人就是 列印他一個心 還賦予他一些功能 就可以移植了 你看這麼科技 科技可以變成這樣子 還有人醫生力比較厲害 人現在不是躺到別人 躺到別人 每次他胰島素方面的功能不好 他去創造這個東西 他去創造這個東西 就 也是一樣植入人的身體 看人 這個喔 這個就是說 我這個老花眼 其實我也有啦 我也有 遠近我怎麼調 用這種 他這種 我眼睛 整個裡面 好像類似隱形眼鏡 我每次說 眼睛眨一下 他就 遠近他就會調了 我怎麼 就是一些老人家 就不用去戴那個 我那個老花眼鏡了 眼睛一眨 欸我就變成很 他根據你眼球 那個度數來調節 多厲害啊 人家是怎麼樣 在創造這個 這個價值意義 怎麼去改變你的生活 現在要來講這個趣味的 來 這兩三四五六七八 另外 你有朋友說 你把這個質 把這個 這個要念齁 這樣 靈一加鐵 就是這個 人家說漢尼的 心血 我大家都不想念 我現在又把它查出來 你這個要記得這個 這個咖啡 你這個要記這個 咖啡 你這個衣 就是咖啡 你這樣一個一個把它記起來 現在讓大家看 來 五秒鐘記起來 我等一下齁 再考考大家八是什麼 二是什麼 你有筋那邊記起來嗎 等一下我講個答案齁 怎麼記齁 你的思考齁 不要太太 好像那個 講題還是那個螺子 螺子卡 就這樣卡在那裡 你會畫在那裡卡在那裡 你要有 螺旋誌 像外面的這種想法 不要把你想法 拘留在 某一個點 剛開始你會覺得 我...我回到困難 還是說 好像什麼 負面的東西 你就像去賣去 我也會喔 但是我希望你 你把你這種情緒再抓回來 人要有調節功能嗎 把自己往上面好的想法想出來 因為我不是聖人 我不一開始我就什麼都會 我就不斷的透過訓練 剛開始就想這次 沒關係 你再把自己找回來 想到更好的 一些想法出來 你就有很多正向的思考 大五思考出來 過來 放射性的思考 你不要說 你看我們這個中國教友就是 給你讀書 我就要100分 他們說什麼 萬般皆下平 唯有讀書高 叫你讀書而已 其他都要放射 如果說撲書不撲 撲到撲書 特別要做什麼 在跳樓 因為他生活沒辦法治理 不知道怎麼賺錢 不知道怎麼跟人家相處 我不知道怎麼炒菜 我不知道怎麼搭那個公車 完全是一目瞭 他只會念書而已 你不是很可憐嗎 你要多了解小孩子 根據小孩子狀況 你給予什麼樣的教育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影片 也是兩分鐘 我讓他看的意思 不是在看說那個好玩而已 只要讓你有思考裡面 內容在講什麼 我重點擺在哪裡 怎麼這個點一下 大家都在畫這種 哇 漂亮的圖畫 他為什麼這個小孩很怪 一直在畫黑色 啊 如果你想到你會想怎樣 這個小孩是不是有問題 我也會覺得說他有問題 但是他真的有問題嗎 你再繼續看 他是不是也問他啊 還要穿那個醫學什麼 博士啊 什麼 著名的誰啊 什麼 心理學家來跟他講 他也是一樣 繼續再畫這個 黑色的東西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 孩子真的不簡單 啊 你想說愛上班 回家了解孩子 因為你把生出來 你就要有護戒靈 他媽媽畫鏡了 我看他 還有我覺得很感動 我可能我也沒有那個靈靈 像這個孩子在靈靈 那你在做什麼 跟他絕對孩子 現在也不一樣 就好像我們要知道台灣人民 他的不一樣 他的需求是什麼 你才會去換這個頭 管理台灣 我們台灣民這麼執政才會順遂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教大家新制圖 是說像這個 一個電 就是一個神經傳導到另外一個神經 像腦神經一樣 他把它會是一個新制圖出來 這個就是等於是阻斷了 到這樣就截止了 沒有喔 新制圖又拖出去喔 這個意思是說我一個關鍵嘛 待會再回來再說 我有一個中心主題 我再吃這邊幾個主幹 我要說什麼 主幹還有資幹 資幹裡面還有種類 種類再分類 然後再過分類 放射 這個利用我們那個 就是神經嘛 然後神經放射線的 整理完現在 學的東西也好 我們的計畫書也好 都可以來來應用 譬如我現在我要來 我現在是 他現在 他現在 要去陽明山嘛 他這個 我這個主題就是我要去陽明山 你就說我要去陽明山做什麼 日月潭啊 我可能去嘉義吃個什麼嘉義 那個雞肉飯 這就是他的 他的關鍵 然後他的這個主幹 相關的東西 那這個叫做 Blow flow是說 單一的 比如說單一這個齁 我再把它衍生出來是什麼 齁 想說這單一的是椅子 椅子你可以聯想什麼 落定我就是 新台灣論啊 我一個茶杯啊 我想說 我可能想要吃蛋糕啊 很多 你就可以串連起來 這就讓你無限的去想像思考 然後我要去旅行 旅行是主要中心的議題嘛 再來 準備保險行程時間地點 這就主幹嘛 主幹再把它衍生出來嘛 欸我要我行程要去 三天兩夜自由行 這個的區分還會有一個方法 告訴大家 就去做放射性的思考 不能說喔自由行三天兩夜 你要是三天兩夜自由行 你有更 那種持續的變化是不一樣 會讓你再去想說 自由行 你去哪 怎樣的自由行 那你說自由行三天兩夜 你就講到這裡了 就回去了 他這讓你再疼出去 你就想法 他這時候這樣 這又繼續什麼 就是讓你去安排一個行程 你怎麼去再把它分類出來 你就比較好去掌握你 想要去哪邊玩 準備什麼對不對 一樣我在用 使用這新制圖 我怎麼可以怎麼做 這新制圖 他的重點 擺在這邊主幹 他也可以動作 拓出開花 可以來運用 我怎麼運用 譬如說 我現在在台上 我來報告 演算 我要說什麼 怎麼說 這些都要拖出去說 我要拖一本書 拖一本書 拖一本書 我就分類 同樣的意思 譬如說 這個修策 我把它主幹 就這些東西 我怎麼再把它 這個想像 這個地方 再把它拖出去 小說裡面的情節 你就可以掌握住了 你大概懂我一個意思 因為這個 沒有很難學 但是也沒有 剛開始那麼想像 馬上就 進入狀況 你在管理一個企業也是一樣 你一定要有一個 那個主要的這個資幹出來 磚外沒有怎麼設計 還有他的功能在哪裡 流程什麼 還有人嘛 還有人才 還有一些基金 這個都要算進去 過來 我把它運用在我 自我的管理 我啦 我最近就是覺得肚子痛 後來是發現說 我的胃發炎 有輕微的胃發炎 我下去就是 我到底要怎麼來管理我的健康 我現在很痛 我是不是要去做檢查 這個主幹嘛 這個顏色 你可以用同一樣 主幹 我只要做檢查 我什麼症狀 先跟他心說 要想我生活作息哪邊不對了 我心是要做什麼治療 治療 要怎麼治療 可能我 有需要開頭 我就要開頭 需要健康 檢查 要做什麼檢查 我有可能可以大腸淨檢查 胃淨嘛 對不對 意思是 你用這種新制服 來管理你的健康 這也是很好的管理方法 還有人要說技藝術 這也是跟神經傳導一樣 這邊有根 這邊有枝葉 像這樣一樣 他以世界一家為中心的主題 再來 世界一家你會想到聯合國 你會想到紅職事會 你也會想到說 我怎麼樣 他還要想到什麼 一二三十 你就去把你的建構出來 你要表達你的世界一家的意思是什麼 再來 這是法國大革命嘛 他也是用這個主題 從這些主幹去切入 那我們來 我們放這個影片 我就是要公佈剛剛那個八樣 你怎麼記憶法 你把它按一下 大家看一下 有關 那是六番目 那是六番目 阿久山先生 全部熟了 那 我只會不會 那 五番目 電話 七番目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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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啦 那 那個 那 那 那個 你 verste 可怕 他们跟他人一家 偶尔面时 当我回来温泉 想起来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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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去 舅舅 喊 可能要用一种故事 想起来的话 怎么办呢 是吧 我自己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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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听到 我剛剛都在打瞌睡啊 沒有說心思不靈啊 我認真啊 現在要跟你說齁 其實技術它就是新制度的一種方法 就是法國大革命回中心土地 它這個 它那個 屬於要跟這個根基 這個樹幹 樹幹然後這個根基 法國大革命這個歷史 你就會很清楚在講什麼 你再不會去死被 欸那個1970年啊 欸那個是 欸怎麼 哪一個國王啊 欸我都不記得路易 怎麼誰被 斷頭台是誰啊 你還可以插畫 你說那是塗鴉 我跟大家講齁 那個圖片法讓你容易記的東西啊 剛剛有講到左腦不一樣 所以你了解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你是左腦還是右腦記性如何的 你根據自己的狀況 了解自己 不管是學習也好 或是你要專業你就可以運用 你的方法 這個這個新制度的方法 好這是我今天新放上去的那個slide 這就是說你到底要我什麼點子啊 我創意要什麼創意 他會說 我現在開始想 這這嘴嚕嚕嚕的 這我今天早上才把它翻譯出來的 齁 這意思是說 你現在去設定你的目標是什麼東西 啊這個目標喔 你被達到什麼能 切入什麼樣的議題 啊假如說這個目標沒有達成 啊我要什麼跳脫 這個可能還有一些逃生計畫啦 我沒執行好 啊你又想說 欸啊我怎麼 我怎麼 我怎麼 我總是要有一些資金投入嘛 啊再來說 我要等到什麼認證嘛 這個你都要想 想進去 這也是用新制度方式讓你想 這個還可以再翻出去 你的描述目標你再把它翻出去 像我們剛剛新制度 你講到重點是什麼 你的idea是什麼 可是 嗯 讓大家 稍微有一個輪廓想像說 欸我的腦 我的那個idea 我的創意 怎麼去 把它發揮出來 怎麼想出來 齁 這個提供大家一個想法 這就是說 一個原因嘛 發生 欸我要 發生喔 要怎麼做檢討 啊這是說 還沒發生的但是我先 看有什麼原因 會造成這樣困擾嗎 齁 齁 這一樣有什麼問題 造成這個 有什麼原因造成這個問題 還有次要原因齁 就是說 一個發揮的問題 啊我什麼 系統 人緣 還是調配過程 還有什麼次要原因導致的 齁 啊再來 他齁 這個和穿用這種魚骨圖的方式 喔來表示說他哪邊忽然 人家是不是很有創意 他就知道一目了然我要去做怎麼整治對不對 所以有厲害嗎 什麼訓練 體驗制度 欸我 我還覺得 比這個廚房還要嫌慢 廚房都知道怎麼 人家訓練人就知道怎麼做 人呢 我剛才說這個PDC的 Open 你建築你的想法 你腦筋就有一個計畫 計畫 你串連起來你就要去做啊 左手去做嘛 左手去做你就不斷在檢視 我這個體驗 這磚那邊要怎麼走 走後我也要去執行運作 怎麼去處理 碰到問題 欸我去做了 我要回來檢討 欸我要再去追蹤 這是我把它加進去的 剛剛就是這個就是 創意的思考這個部分 這個創造上述 我再加上一定要有執行力嘛 要不然我天馬行空可以亂想啊 具體呈現出來嘛 這好像說你買很多食材 你要去炒菜 你食材要買的對 那你要爆香菜的方法 那如果說菜不好吃 是不是回去再改善 那這個意思啊 食材 然後你要怎麼調味 那怎麼去煮它嘛 就用新制圖把它列出來 這構想 我們要企劃 企劃的進度在哪裡 啊你對象呢 我的 我的 我要做這個 這個賣形子 那我總不能 總不能說我賣的對象搞錯了對不對 有人以前說 現在非洲人怎麼賣 他們都 沒有市場 可是人家非 你就帶賣啊 剛好他沒車子 你看你 你的想法是正相思考 還是負相思考 你下雨天你會說啊 糟糕我小孩子沒帶傘什麼 然後另外說啊 有兩個女兒不是有那個故事嗎 一個女兒嫁給賣傘 一個女兒嫁給什麼 你要正向思考 對不對 一樣嘛 這個有一個構思 一個企劃的一個方案 你可以用新制圖把它呈現 現在我又今天又貼上去新的 這個slide 你一般的報告書 我貼馬行公 我想想什麼 那提案書 我也說啊我可能 有具體的寫幾條 企劃書就知道更清楚的 把人事物地點 然後細節還有時間 資金都要寫上去 這就一層一層往上面跑 這等網路都可以找得到齁 再來我跟他說PDCA PDCA 有人又是seed 可是也是可以action 就是處理嘛 做 就是說我要有一個計畫 計畫我就去著手去做 做了之後我是不是要去評估它 評估之後 我是不是要去改善什麼回來 再用什麼方法去處置 這假如PDCA 就是一般我在做的做不到事情 我來檢討 如果CAD PD 就是說我做不到事情了 要怎樣 之後再去做更好 是預應式的 先檢討可能的原因在哪裡 然後去做它 這就預應式的 那假如說我已經開始在做 後來有問題就去根本分析 去檢討它 PDCA跟CAPD會不一樣 PDCA是說犯錯了去檢討它 那CDPD CAPD就是說 預應檢討再去做它 前後順序還是會有不一樣 那我希望以後我們所建構的一個管理制度 也有像這種員工的提案制度 然後再來 我這個就重點了 規劃提案 然後你要論述什麼 到你到最後的階段 你要做一個簡報 簡報像我現在也是做簡報 告訴大家 我現在講的重點是什麼 這也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網路都可以找得到 我是用我的語言 把大家 陳述給大家 讓大家更清楚 這個是我在我們藥局裡面那時候做 改造藥局的環境 作業流程 以及它的硬體設備 也是用規劃 有什麼方案 回去再檢視 提出一個我怎麼去改善這個政策出來 然後我說action就是要去執行 執行追蹤就是檢討 我再多一個規範 總是藥局你放的東西要乾乾淨淨的 我就是A區放A藥 B區放B藥 不要把它弄亂了 你要奮定一個規範出來 那到了最後一個 我再耽誤大家 大概5到5分鐘左右 我們要建立一個效能的團隊 來想想看 怎麼樣 因為70年來都是這樣教育你 一盤 沒有溝通 沒有舒暢的這個水溝裡面 一盤死水 你要怎麼沖到大海 放出大海 你的那個想法 建立一個效能的政府 這個就是他們在碰到沙塵暴 大家在玩家 玩家到最後要收人家 要回來 我們台灣民政務也是碰到 這個 我們台灣這個地方碰到一個風暴 這個我等一下跳過去再跟他講 我們要飛出去 就要日暑美戰 他 在這種風暴裡面 載著我們 飛向 一個美好的 這個未來 而不是都是 遇到這個沙塵暴 我就在沙漠裡面 沉浮 然後等死 日暑美戰 台灣民政府 帶我們飛出去 這個陷阱裡面 這個思想體系裡面 這個中國社會的一個效果要卡 然後我們要訂定 我們要怎麼做 新台灣論 一定要法理訓練 辦身份證 然後人性化的政策 再來政策一定要有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跟社會需求 這是最基本的 我還要被尊重欸 然後你這政府對我還有責任 你還要讓我自我實現 一天到晚 報那個 有空不順的新聞 然後左右了 大部分台灣人的想法 我卻沒有能夠完成 每個人 他想追求的 自我實現的方式方法 他的未來 他的願望 這就是以後我們台民政府 要接政權一定要 順應馬斯洛的需求 五大需求論 人性化的政策 什麼 生活的需要啊 我生命 我生活有需要 你要滿足我的需要啊 最基本的嘛 我生存還要治理我嘛 那我也讓我這些公共設施啊 這些制度啊 也讓我能夠養活下來 能夠在這制度裡面 讓我安定下來 好像社會安全 社會福利制度 那個都是 生命的享有 我才能夠安詳我的天年嘛 醫療制度也是一種 我說台灣民政府的這個 主幹就是主美戰 記得喔 這三大件 帶著辛苦的 那我們專業能力 從頭到尾好好研究 就是你的專業 你就不管是你學校學的 外面學的 好好研究就是你的專業 我剛剛從頭到尾就在講 不能夠貪污嘛 那就是人的營養分 拜託 三個檢的 你要去 這個 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做一個 那個 主管 或是要去這個 這個單位 要做什麼政策 來 你有三個檢 你都不怕人幫你 幫你搶聲 說你憑什麼要來管我 你有這個連列 我說教導性的組織 就是一定要是學習啦 已經不是科層跟獨裁嘛 教導師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工師今天跟你所說的 你有什麼 我說有什麼不好的 你跟我講 我改變 我是不是進步 那如果你不效的 我再跟你教 然後回去 修改資料 有新的問題給我 你們進步我也進步 你進步我進步 大家都進步 這個 就是這個 台灣民進府就進步 台灣就進步 不是說我進步 你們都不要進步 我來做王 我都要類似我自己 我來做英雄 我來做英雄 沒那麼說 我剛才說 阿卡手 你給他好我跟他財皮 他帶你做事 你給他政策指導 你還給他獎勵 你還送他出國深造 都可以 人家就會愛惜你這個主管 不要想要用權威的啦 那個已經落後了 那種方法只會引起反彈 你進步我進步 我學習的要進步 我同學的要進步 那整個社會 整個台灣的制度 都會進步 人家已經不是中國去拼 純手要拖錢了 要愛公司 我生殺大權 我要去拜那個官 拜託各位 磕頭青天大老人 你才會有真相大白 那不覺得很好笑 你本來就要讓人民真相大白 我要去窮你才有 哪有這種行為 歐美男 他們是拿著人民的納稅錢 去做事情的 他要為納稅的人省錢 我們TCG也是要這樣子喔 你有什麼 我不好的 你跟我講 不要說 像中國人Q號 找媒體 幹嘛找官員 不是這樣 這幾個問題 中國教育之下 我們是在醫院工作者 被背後的一個什麼 那個所謂的秘密課 來幫我們評分 這不是把你檢控 不是什麼 中國教育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應該就是台灣人的素質 你就是要升職人心嘛 大日本帝國那時候 管理台灣也是 讓台灣有一個很好的教育 之那個廉恥嘛 給你教一下你的平底 給你的倫理 你提升了 你自然就會有笑容 不是說我後面躲了一個 秘密警察秘密課 我來給你評分 我擠出來笑容給你看 那不是一切都是虛偽的嗎 我這個績效 這個團體目標管理 這個都是我網路 點進去 你都可以看到 我那時候在台北之後 有做演講 當然我們要建立一個團體的目標 一定就是要有績效目標定定 再來溝通改善 那再來說 你要考核他 誰得假等誰得一等 我要讓他心服口服做紀錄 那好的 人工我們怎麼獎勵他 那比較差的 我們怎麼讓他進步 不是說光是都是用罵的 用逼迫的 那我們現在剩下兩分鐘 我們看這個影片 講完就跟大家 再講一個重點 那我們就下課 我們可以再花大家 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你要建立一個團隊 當中有一些分子 他有功能性跟破壞性 你一個主管 你一個打頭的領導人 你怎麼去做 你要去接這種團 那個地方都有這種人 你要怎麼客服 他很辛苦 在打他這個團 這個是公司 他的負擔 總是要有人去幫忙 他對不對 大家要做哪一款的 都可以來看看 是不是願意學習的人 這個人 再來出一個打蠻涼的 雖然他對這個 做這個沒有什麼幫忙 但是 雖然他沒有破壞 也沒有什麼幫忙 還打蠻涼 你看他也是給人家負擔啊 但是他沒有做特別壞的事情 這個人不是說改壞 人是不是 還幫幫忙這個人 這個做這個怎麼幫忙 這就是破壞的嘛 這個做麻煩的嘛 要怎麼把這個人 好好來教育 這你也要想到喔 你做人主管的喔 再來正經是這個 牛後腳的 破壞者的 這是一朵朵你就看得到的 這叫做叛徒 如果你是人的主管 你要做什麼 主管不可以怎麼說 看得到一直在托牛車齁 你也是要把這個人捏掉啦 你看 你Q後腳 還製作裡面 內部的這種矛盾啦 沒有團結 你看人家把他進 對啊人家進不去 你看 你想看喔 你同步門的人 人進不去 這個步門 在做什麼 對啊 人 其實人員齁 重點是在 人 人員的職 不是代表一定多齁 大家同心協力不是很好耶 所以不管喔 台灣民眾也是這個 組織一樣 大家一起去 好讓我們 幫助台灣民政府 迎向更美好的世界 台灣會更好 你知道他意思嗎 你那個單位 是一個小的縮影 好拜託大家以後 你知道真的是 到一個位置 能夠這樣創造一個 這個很和諧 又有那種效能的團隊 好啊我這個 你回去可以 可以點上去看喔 可以打我的名字 用Youtube 就有很多影片 可以參考 雖然柯碧他是素人 人家這樣做得好不好 他的效能團隊很厲害呢 所以我剛剛說了 雖然你是素人 你要有效能 怎麼建立你的效能 他我說的 他的知識背景環境 還有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那個潛力 他有沒有堅持 那整個架構起來 你怎麼去選你的partner 是重要的 提出更好的制度 來幫助他的 他的這個 效能的這個 台北市政府 對不對管理的更好 他好的東西 我們可以學 一樣我們是素人啊 那你想像說他哪 那麼不好的東西 沒有很好 你現在一個點線面去構思 我怎麼在柯文哲 他可能你認為他做不好的 你再把他拿出來 你怎麼去做改善 你回去做這個功構嗎 那我還提供大家一個參考的一本書 這是你的船 這是你的船 這是你的船的意思是說 這個 這個艦隊來邊的素質稱之不齊 但是有這個艦長 只有那個領導人 來啊 你整頓 這船就好像跟你 跟你是生命息息相關的 來 台灣民政府是我們的船 你現在加入這個 團體 你就要效命於他 這是我們的船 他生死容共都跟我們在一起 然後裡面的書講得很好 那提供大家可以再去買這本書 或是網路你可以先看一下 一些重點 對你以後接種權 這個方式 要怎麼做 你有沒有一個概念 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今天跟你講一下 抱歉給你10幾分 好 我想我今天講一下